中国对稀土技术地狱般限制 美国恐惧被卡脖子鸡飞狗跳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就在昨天呢 12月21日 中国方面公布了禁止出口技术目录 当中的禁止出口部分 包含了稀土的提炼 加工衍生品等技术 具体涉及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技术 稀土金属及合金材料生产技术 铝铁棚磁铁制备技术等等 我当时对这个限制就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 中国呢 等于把稀土产业从开采到分离到提炼到加工到衍生品 一条龙服务上的所有专利全都给尽了 占整个行业的99.5% 这下子美国这头今天就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了 美国西方自己啊 现在要想解决 也解决不了 为什么解决不了啊 你要想解决 你就得绕开这些技术专利 你呢 现在绕不开 中国不让你绕 为什么 根本就不卖给你 除非你自己研究 你自己研究 那得需要多少年 20年30年 我不知道 现在你还有没有这方面人才 这个东西我都不清楚 什么意思 这叫真卡脖子 这卡的死死的 就这么直接 如果美国强制性的无视专利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那么到时候中国也就会强制无视美国的专利 到时候拼生产力 看你美国行不行 很显然你美国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如今呢 不到24个小时 美国各方神圣 就都开始鸡飞狗跳 鸡犬不宁了 那为什么鸡犬不宁呢 还是那句话 你打蛇呢 那要打七寸 这下子呢 美国是彻底的被打疼了 等于说什么呢 这个乌苏李大宗雄啊 上去那么一抓 结果一不小心 就抓到美国西方前沿科技的蛋蛋上去了 这一下子给他抓的就非常非常的疼 非常非常的不爽 还是那句话呀 看到祖国这么流氓 我就放心了 其实吧 是这么回事 我还是那句话 针对美国 尤其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 你跟他妥协退让 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你成天说我要恢复中美关系 我要让中美关系好下去 这个是没有用的 他不听你这套 他想从你这块干什么 想从你这块掠夺 想从你这块去捞到好处 他想欺负人 然后让你去感谢他 就这么一回事 他欺负你 还要对你好 他还说我是对你好的 我是来帮助你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对付这样的国家怎么办 针锋相对的跟他干啊 对不对 针锋相对的跟他干 就这么直接 你要是不怕他 然后开始抵制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怕你了 为什么 因为他赚不到钱了嘛 他赚不到钱了 他自己变得更穷了 他会失去霸权 那这样一来呢 他就开始怕你了 就这么直接 中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是可以有能力 有实力与美国对抗的 有一些小国 你不得不进行妥协 不得不进行退让 那这个东西呢 那就没办法了嘛 对不对 关键点在这一块呢 美国现在想干什么 美国针对中国 如果他能削弱中国 那最好 如果他能让中国垮了 那更那更好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 他想做这些事 想干什么 想捞好处 想让中国退让 想让中国交一些罚款 不就这些东西嘛 那这些东西呢 中国就要针锋相对的跟他干 针锋相对的跟他干 怎么办 就告诉美国 你不要玩这套 你要是玩这套 那咱们呢 咱就在战场上见 在战场上见 到时候你打不过我了 你自己不行了 你到时候来求我 那就得我提要求了 而我提要求 我绝对不会像你们美国西方 这么提要求 我提要求 对于你来说 你是受不了的 我们现在看到啊 彭博新闻社呢 就对这个稀土 这个技术禁运啊 我说的不是稀土产品禁运 而是稀土技术禁运 进行了这么一番评论 彭博新闻社这么说的 作为全球主要稀土供应商的中国 搞了这么一个技术禁令 这可能将加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加强战略原材料供应的难度 让西方在这场供应链竞争上受到阻碍 虽然这条规定不影响稀土产品的出口 但仍可对其他地区的稀土行业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啥意思 咱们来解读一下 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只不过呢 彭博新闻社呢 说的比较委婉 如果像美国之前的这个北美猪头 国务卿蓬佩奥 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中国不允许你这么做 因为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这么直接 就这么直接 我倒挺喜欢看到他这么说话的 因为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 那就抓到了他的蛋子 让他疼 知道吧 就这很关键 什么意思呢 头一个呢 是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同时也严重打了 打击了美国的友岸外包行动 美国想干什么 很简单 就是说呢 在中国这套体系之外 再建一套独立出中国体系的 这套生产线 所以呢 美国想这么做 他管的叫友岸外包 为什么叫友岸外包呢 所有的国家跟美国关系好的 美国会让他发展 跟美国关系不好的 美国会不让他发展 那中国怎么办 那中国怎么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呀 谁还记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发生什么事了 美国在东南亚搞了一个 所谓的什么亚太合作框架呀 当时呢 搞了一个东西叫东南亚合作框架 东南亚协作框架 整了这么一个东西 来围堵中国 中国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二话不说 果断的向东南亚输出革命 为什么要输出革命 你不让我发展 我就不让你发展 我就扶持你的革命派 我就扶持你的地方武装 我让你这块鸡犬不宁 就这么简单 现在就是这个 你想在我外边 搞一套另外的生产线 那对不起了 你自己搞 你不要用我的技术 你什么都不要用 就这么简单 美国想怎么办 在澳大利亚开采 马来西亚加工 日本生产磁铁 这现在显然不行了 中国不给技术授权 你就彻底废了 还有加拿大 之前有那么一个例子 美国开采 中国分离 越南加工 中国磁铁生产 那如今呢 最起码在中国这个环节呢 也就不能用了 你不能用了 你就想独立出中国这套体系 你门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中国禁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要明白 中国禁运美国 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中国禁的不是稀土衍生品 不是稀土的产品 不是磁铁 这个东西照样可以出口 而中国禁的是生产磁铁的方法 中国禁的是生产稀土 整个稀土一条龙服务上这种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啥呢 芯片 芯片是啥呢 我美国禁中国禁的是啥 禁的中国禁的是生产芯片工具背后的专利 然后这个东西背后专利 它衍生了一个东西叫光刻机 所以光刻机就不能卖给中国了 关键点在这块呢 中国现在是什么 以其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在稀土上采取同样的方法去限制美国 中国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继续依赖我是最好的 你再继续买我的东西 依赖到我的市场 依赖到我的体系上 这个是我想看到的 你要想搞一套独立于我的体系 那门都没有 除非你不承认专利 那你不承认专利呢 我也不会承认你的专利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问题 比如金融时报已经说了 中国稀土开采 占全球60% 分离技术仅中国独有 衍生品磁铁占90%以上 什么意思 如果技术上限制 那么中国对西方在磁铁方面的技术上限制是什么 那就是地域一般的 美国你这个议员不成天超 是地域一般的限制中国 地域一般的制裁中国吗 那中国就现在马上让你享受到 在西土专利上的地域一般的限制 你想搞一套单独的体系 你现在没有了 你想搞一个就是说 完全让你前言科技绝对安全的情况 你现在没有了 这就是中国在搞的 而美国现在怎么办 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中国这边发动了台海战争 然后对台湾进行解放 对台湾进行解放 美国怎么办 美国是不是要出兵 美国要出兵 美国有两种方法 不有三种方法 两种方法是什么 一个是出兵 一个是制裁 或者同时的 那么中国这时候怎么办了 我直接了当卡死 对美国的西土输出 磁铁我不卖给你了 任何东西我不卖给你了 这叫什么 你美国不是想对中国进行地域一般的制裁吗 那么你就先现在享受中国在西土的产品上 对美国的地域一般的制裁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你这个战争一爆发 到时候你在战场上所需要的东西就全都没了 你的F35战机 你的核潜艇 你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 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西土 你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 然后呢 这个仗打完了呢 仗打完了 你还是没有西土啊 你还是没有西土 会发生什么事 你的前沿科技 甚至你的普通科技 都没有办法运行下去了 这个就是美国要面对的 什么意思 就等于说 你要是在台海战争当中 你出兵或者制裁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说 那就等于说前沿科技彻底的说再见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说你咋办 你没有办法 美国只能量办 所以量办是什么 到时候台海这边发生了统一战争 或者解放战争的话 那么美国只能在边看着 在边上看着 而且还希望这场仗马上打完 马上打完之后呢 他好继续的跟中国做生意 就这么直接 所以美国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西土衍生品 和西土衍生品背后 技术对美国限制 对全球限制这个东西 他目标在什么地方 目标在祖国统一这个关键节点上 这个大家要明白 彭博社呢 就说到了 现在中国以外 几乎没有西土的精电厂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在这方面绝对垄断 他自己都承认 这一举措 基本上从根源上 瘫痪了美国仕途 搞有岸外包的企图 他还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F35 一架F35需要417公斤西土 一艘核潜艇 需要4吨西土 那好了 一个核潜艇 你需要4吨西土 你跟澳大利亚英国 搞这个奥库斯 你还搞不搞呢 你这个奥库斯 别这一搞 好了 你西土没了 你这个潜艇怎么办 你别到时候核潜艇 变成常规潜艇用 那你怎么整 你没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这块总结一下 怎么总结呢 从这块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中国现在终于学会了 用美国听得懂的语言 与他说话 美国我之前分析了 美国卡中国的脖子 想要干什么 想要中国妥协退让 给他让步 然后交罚款 然后呢 他占据中国的市场 中国现在卡美国的脖子呢 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是卡中国 让中国妥协 让步罚款 然后要中国的市场 中国在干什么 中国从根源上 卡死美国 让美国呢 没有活路 还记得 2018年的贸易战 2018年4月 中国这边直接了当说 如果你继续打压我 如果想让跟我打贸易战 科技战的话 那就物为言之不欲 那今天我们看到 他应验了 美国现在只有一个出路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不承认 中国的稀土专利 那你不承认 中国的稀土专利 中国也不承认 美国的一切专利 那等同于什么 不承认专利 就等于放弃全球化 就等于放弃美国霸权 放弃了美国霸权 等于什么 那么美国就失去了一切 美国霸权所带来的红利 这里边到时候 美国996 你到底行吗 我看他不行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义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